说到这部电影呢 我们又回想起王力宏在第二次拿这个金曲歌王的时候 曾经说啊 说音乐就是我的生命 谢谢大家肯定我的生命 那么你又会如何来形容今天你的电影呢 音乐是你的生命 电影是 当年呢 当年音乐是我的生命 现在呢 电影和音乐又是 现在我觉得电影也 人总是会成长 接触到一些新的东西 我总是接触到一些新的东西 给我新的刺激跟创作的人感 那以前都比较靠听觉 从小就是靠听觉的一个人 我的视觉都是一些听觉 那后来就 比如说跟这次李平平大师 郁佳安那这些视觉高手 我讲的是摄影师 美术指导的这些视觉高手 就真的让我大喊眼界 就开始对视觉更敏感 这样讲会不会很 很抽象 很清楚啊 很清楚 对很清楚 对对对 所以我就更让我热爱电影 因为电影有视觉跟听觉一起 都是 所以现在电影变成了你的生命 我觉得电影跟音乐 都是不可分割的 对而且像这个恋爱通告 你会觉得说 试觉跟听觉是命不可分的 就是有很多音乐的元素 包括流行歌 还有包括明月的元素 那对于这次电影的票房 王导师怎么样期待的 我比较希望大家喜欢看 有数字吗 比如说你有一个期望值吗 呃 我 我觉得 不好说 越高越高 当然嘛 那破译肯定是肯定的 破译当然我很希望了 因为不是现在 我们拍完了大兵小将之后 那个导演丁胜 就进了这个 音源俱乐部 然后他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很兴奋 他还跳进了河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他太开心了 太爽了 他跳下河了 边打电话边跳下河 那你现在要不要立个好演状 比如说 呃 恋爱通告破译了 你就会怎么庆祝的 我就在那个 对对对跳呼 你也跳呼 裸游之类的 裸泳啊 啊对啊 你你 口味很重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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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这是很多的冰心 而且这是现场的 对啊 现场直播 现场直播啊 现场直播啊 啊 他直接做出这样的要求 对 反正就是 明汉的身材 让你天天 哈哈哈 来水张一点也没怕 其实 对啊 所以其实是可以有这样一个期望的 哈 有个喊脸就裸奔嘛 对不对 对不起我帮你 我帮你 我帮你 我帮你摘一下谢谢 很有戏啊这个 对这是从哪里冒出来 那也是一个营装 那个是我的幸运的 啊这本来 那我给你再放回去 没有那个是我的状态 最近在找 所以最近8月12号也临近了 所以恋爱通告的整个宣传期也启动了 那这段时间 伊贝还在拍那一个 倩女幽魂 会不会两边很赶 那边拍得怎么样了 都还蛮顺利的 对 昨天回了 昨天 开机也不算特别长时间 大概是不是 开两个月还有一个月吧 就快拍完了 对面小倩造型上 咱们今天是面小倩造型上 咱们今天是面小倩造型上 生年多问两句 等下次你这个 下次再来聊 是不是 十天之后就要上映了 那大家就会有很多的 这个宣传的一些计划 那刚才力宏一开始就说 说期待着跟观众一起在 这个电影院里面去欣赏 所以之前会有一些首映的活动 对 今天就有 今天就会像了 今天在正邪里头 所以今天他们都会看到吗 看点会看到吗 他们好像已经在放了 好像现在正在放啊 对啊 那我们 结束里面去跟观众这个互动 现在走来来 走 喂 喂 喂 去正街礼堂 这是我们也不会耽误你们去正街礼堂去跟观众进行互动 那其实力宏的这个新专辑十八般舞异 已经跟大家见面了 大家很多朋友都听到了 而且一首新歌叫柴米油盐酱醋茶 在我们新浪乐库上也正在这个首播 我们今天节目结束之前 去不立宏轻唱一朗去作为送给朋友的一食物 有没有可能 导演帽子还没摘下来 昨天晚上也没睡觉 所以 还是去新浪网去 新浪网去 对 热点这个MV 要不然我用王立红的声音来唱一下 你也可以 你可以吗 稍微 来 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此为止 谢谢各位 OK OK 好不好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我们的王小朋友 感谢一鸣造型 各位 下期再见 拜拜 好时候 你想要什么 我要一台大大蓝色的飞机 打我环游世界 到底就每一个角落 在蓝天白云中 穿梭